Hello 大家好 我是Cloud 雲浩瑩 今天就來到拍我的新歌的MV 叫做《自發性神經反應》 是很難背的 這個歌名 是很長的 這次就是一個家居的環境 很舒適 所以今天也是拍得很開心和很舒服 這首歌也是一個大挑戰 對我來說 唱歌的話 因為都是一個之前沒試過的曲風 也是一個新的監製 我未來合作過的監製 就是高佬 所以這次也很開心 可以有這個新嘗試 然後出來的效果 自己又學多了一個新的東西 也很感謝自己的公司 可以逼自己跳出這個舒適 zone 這個廚房剛剛倒了一些煲煲餐餐 其實也是挺正常的 因為香港地方有限 所以即使我家也好 那些煲煲餐餐都是堅硬塞進櫃裡面 關掉就可以了 所以每一次開的時候 都是一個比較驚喜的狀態 我覺得很聰明 導演想到這個想法 因為做戲我可能未必那麼厲害 但是如果整整東西 我都蠻耍家的 所以拿到的反應都是自然 第一身的一個感受的反應 所以就是 很多剪刀都是 就算想完又想 都沒有一個很假的感覺 真實的 我就 都蠻多這些事情發生的 但是因為都自己知道自己試 所以就不會去 就是隨便開一些貴的 但是呢 通常會發生的時候 就是 臨出門口 然後電話不知去了哪裡 可能剛剛好 放下了 但是就忘記了放在什麼位 有時候找了很久 因為通常放的位置 譬如在椅廳上 它是黑色的 剛好電話又隱形了 所以就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這首歌是說關於 每個人都有一些小習慣 有一些小怪的地方 做了就會開心一點 而且又不影響其他人 大家可能會看到其他人做這些事情 會覺得很奇怪 但是其實是 又無雙大雅 也不會傷害到其他人 那 我自己也有很多 但是 又很難這樣一時三刻說出來 講一個的話 我想 我自己是很喜歡睡覺的 所以 有什麼事發生的時候 我也是很喜歡睡覺 所以 不開心也是睡覺 然後 開心也是睡覺 今年就是 嘗試 太多 因為 上年 就是小試牛刀 今次 今年 就有上頭的許可 可以大試牛刀 所以 今年真的 希望錄很多歌 然後 一邊吸收 多一些 一邊唱更好的 送給大家 嗯